南台灣艷陽高照 沒想到還遇到99秒紅燈 只能逼得歧視 各憑本事 這個地點就在高雄的 一星跟凱旋入口 5號氣溫逼近35度 如果在陰涼處 還沒多大影響 但如果在太陽底下 等上一個紅燈 體溫立刻飆破40度 幾乎差了5度 原來縣長是一處6X入口 因此交通局 採4到5個石像輪放燈號 每個石像3、40秒 一輪下來就得停等上百秒 如今有騎士抱怨 交通局也將重新研溢 秒數的分配 但悶熱的不只事外 高鞋車廂實測的溫度 低於24度 不過只要一走出車廂 立刻有等車乘客 已經滿頭大汗 下來站著就流汗 我們在不同的車站 我們有不同的節能減碳的時段 當然主要就是靠我們的循環風扇 就連北部到高雄的遊客 都在網路抱怨 一進到捷運站 彷彿就像沒有冷氣 那你捷運多少 比較涼 那你高雄 比較熱 剛進來的話 會覺得有點悶熱 原來高捷為了節能環保 確實會在部分時段及車站 關閉冷氣 或是進行溫控 因此就會出現穿塘層設定26度 月台層卻高溫近30度 而進到車廂 又立刻降到24度的 傷溫暖感受 但也不是所有地方 都讓民眾抱怨 公車轉運站 從屋簷噴出白色水霧 讓等車乘客心情跟著大好 這是高雄市 在豐山小港等四個轉運站 最新事辦的消暑政策 雖然成小海有待評估 不過有做有感覺 已經先大受好評 TVBS新聞趙麗何一信 高雄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提供的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中文章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軸